台湾滑冰国手黄玉婷穿中国队服练习 又在网路上开呛引爆争议 行政院长苏贞昌下令教育部跟体育署 针对黄玉婷的不当言行来调查 也要进行处分 总统府也表态支持行政院采取必要的检讨 因为国家代表队是代表国家出赛 不应该有任何损害国家荣誉的言行 民进党立委认为应该要定出制度 不能有第二个黄玉婷出现 而国民党立委则认为 政府不该总是操作愁衷 兵面上的亮丽身影 滑冰国手黄玉婷代表台湾出战北京冬奥 却因为在练习时穿着中国队服 还说是在中国的主场出赛引发争议 苏院长痛批中国对台湾大吃豆腐 也下令教育部和体育署 对黄玉婷的不当言行进行调查和处分 总统服务也表态支持行政院 采取必要的检讨和处分 因为国手是代表国家出赛 不该有损害国家荣誉的争议言行 不能再有下一个黄玉婷 我们也不希望再让民意炸锅之后 政府骗寻不着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 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我支持对个案进行惩处与调查 对于通案建立完善的制度 绿莹认为应该建立制度规范 国民党立委责替黄玉婷报区 我觉得府院党这样子用大炮打小鸟 这样子来针对我们自己台湾的年轻人 我真的觉得大可不必 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 我们真的不希望民进党始终以 用各种方式来仇宗恨宗 用这样子来引导大家 甚至于我觉得这个事件 有一点这种杀衣紧摆 以尽校友的感觉 府院出手 黄玉婷最终可能面临撤销国手身份 没收证书等处分 他也没有马上回台湾 而是回到美国训练中心 也关闭脸书 对亲中争议不再多做回应 记者 林先生 高智耀 台北报道